七威和李成炫射对一国夫妇,最近可总是活跃在我们的视野里,他们也是经常出现在综艺节目里,这次一家三口一起上了想办法吧爸爸,可爱的Lucky真的是圈子大批,很多网友说,Lucky降级了七哥,简直就是七威的迷你版, 他们还真的不止长相极其相似,而且性格爱好也和妈妈一样,爱口红,爱美妆,卖得个萌,也发得个帅,这样一看,成炫哥在家里的地位想想就懂,每当七哥和女儿吵架,他都像一个兽气包两头都不敢惹典型的女强男若是婚姻,非常幸福,其实七哥在综艺节目中都有提到他特殊的育儿经,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妈妈,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, 他还是坚持使用母主为男,这点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,在平常生活中,又非常了解自己女儿的性格,了解她的小心机,知道她的想法,他提到因为Lucky非常喜欢化妆,虽然爱美是每个女孩的天性,但是这个小可爱,想法设法的从妈妈那里拿到口红,最常用的就是假借和妈妈亲亲,蹭掉她的口红, 这点真的是为Lucky的智商点赞,这种方法用一两次还行,多了就被聪明的妈妈发现,大多数的妈妈对孩子的要求都是要傻给傻,要什么有什么,无论这个是不是对她有益的,她都会倾其所能对孩子好,虽说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对,但是会让宝宝养成一个习惯,形成一种惯性思维,七哥的做法,就很值得为她竖大拇指, 当她穿漂亮裙子的时候,小Lucky也想要,这时作为妈妈的她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,而是说这是我的,可是小孩还是不依不饶,但是七哥并没有纵容她,其实这样做就可以让她意识到,不是只有大的让的小的,我们都是平等的,相比于七哥爸爸的代言方式,超级奶爸,也有她独特的门道,爸爸众女儿这是天性,但是他更像是一个既然可忧慈祥的父亲,当小Lucky犯错的时候,爸爸 也会不留情愿地教训她,甚至把她骂哭,即使是这样,Lucky并没有因为父亲的严厉而记恨爸爸,相反,他能明白爸爸这样做,完全是为了他好,即使他骂我,但他还是非常爱我,如此小的年纪能有这样的觉悟,真的很了不起,也体现出了父母教育的关键性,做一个合格的爸爸,可是要付出很多奴隶,给女儿扎漂亮的头发,喂饭都必须不在话下, 吃饭可能是三四岁孩子最最头疼的问题了,你爸爸的做法也是超级霸气,直接用手来喂,让女儿没有反抗的娱力,其实和小孩子生活,怎样教养出一个有修养的小孩,是每一个父母都要想想的问题,孩子的想法很关键。